大家好,我是紫生 歡迎收聽歐洲國家杯焦點分析 星期四的凌晨,歐洲國家杯四強英格蘭將會主場面對丹麥 英格蘭上一場在意大利羅馬上演的八強賽事 以4比0清脆利諾擊敗烏克蘭 也延續今屆的不敗成績 今場再贏就可以進入決賽 有望至1966年後再次贏得國際大賽冠軍 而丹麥上一場擊敗另一支黑馬球隊捷克 雖然在分組賽前兩輪輸球之後 之後也迎來一場三連勝 今場要作下英格蘭,如果未能發揮出超水準 相信都需要苦手清神 英格蘭在今次歐洲國家杯裡 終於擺脫了雷聲大與點小的壞習慣 今屆的賽事裡 英格蘭和意大利是最有冠軍上的兩支球隊 兩支球隊也有機會在決賽相遇 但前提是要擊敗壓力神事件而變得更強的丹麥 斯特寧和卡利今屆輪流大爆發 也是英格蘭能夠進入四強的主要原因 夏利卡利近兩場球已經入了三個入球 也提升至最佳的狀態 另外一條後防線由歐洲國家杯開始以來都保持零風 以曼徹斯特兩支球隊的球員為首的防線 今屆滴水不漏 雖然在分組賽裡擊敗克羅地亞和捷克 都未能夠說服球迷 但進入淘汰賽階段裡 也連續擊敗德國和大勝烏克蘭 也令一眾球迷有同景 究竟英格蘭會不會繼1966年之後 再次在大賽中揚威 現在只差最後兩步 相信英格蘭球員一定會齊心協力 這場比賽相信會小心翼翼應付丹麥 丹麥在今屆歐洲國家杯開始前 相信一眾球迷都未敢寄予口望 但因為第一場分組賽 就發生了壓力神事件 這樣反而激發了丹麥球員的士氣 雖然第二場不敵比利時 但最後一輪以4比1擊敗俄羅斯 成功取得分組賽第二名出線 出線之後雖然兩場淘汰賽的對手 只是威爾斯和捷克 但見到一眾丹麥球員已經上力 來到四強要面對東道主英格蘭 丹麥可否再重演一次 九二年歐洲國家杯奪冠的神話呢? 其實看回丹麥隊裡面 大部分都是屬於實而不華 也是因為來自北歐的關係 球員的身體質素也比較硬朗 前鋒線上雖然巴夫韋特、杜貝治和普爾臣 在歐洲都不是響噹噹的前鋒 但幾個前鋒走在一起 丹麥的風扇的確需要提防 而中後場方面 也大部分屬於公兵球員 相信這場球 丹麥方面都會用體力和英格蘭周旋 無論在中場的搶折以及後防的空間 相信都未必會給英格蘭足夠的時間 耐性是這場球丹麥最需要的 中場方面做好防守 再使機反擊 找到入球機會 但看回歷史上的交鋒 丹麥絕對處於下風 所以丹麥與擊敗英格蘭進入決賽 可能都需要運氣的幫助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是安播足球快訊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拜拜